双色菠菜炒肉的做法不重 1. 新鲜菠菜洗净待用 2. 炒锅放水烧开后先倒入少许食用油再倒入菠菜 这样锅水的菠菜会颜色更好看 时间不宜过长10-20秒烫软即可 3. 投过凉的菠菜捞出几具多余的水分装盘 4. 胡萝卜切丝同样待开水中烫一下 捞入凉水中投凉 5. 猪净肉切丁成米粒状 6. 炒锅烧热到底油放入肉粒翻炒断生到肉色发白就可以了 7. 肉粒炒断生后放入葱姜蒜末烹入料酒 倒入菠菜 胡萝卜丝调味快速翻炒 因原料均开水烫过 久了会影响口感 8. 简单营养的菠菜炒肉 小窍门 很多人都爱吃菠菜 但一定要注意 菠菜不能直接烹调 因为它含草酸较多 有爱机体对盖的吸收 故事菠菜时已先用被水烫热 菠菜精液柔软滑嫩 为美色性 含有丰富维生素C 胡萝卜素 蛋白质 以及铁 钙 磷等矿物质 如果你的脸色不佳 就请尝试菠菜 它对血铁性贫血有改善作用 能令人面色红润 光彩照人 因此被推崇为党颜加品 如果需要一种前菜 就可以了订阅 可不wan 请尝试菠菜 我们下菜 可不妙我们下菜